以西结书第31章 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对埃及王法老和他的忠明说 论到你的伟大 谁能与你相比呢 看啊 亚树曾是黎巴嫩的香薄树 枝条秀美 林颖茂密 树身高大 树顶在茂密的枝叶之上 种水使它长大 深渊使它长高 有江河从深渊流出 环绕它栽种之地 又有枝流沿到田间的种树 因此 它树身高大 高过田间的种树 它发望生长的时候 因为水源丰足 所以枝子繁多 枝条长长 空中的飞鸟都在枝上搭窝 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产 所有大国 都在它的树印下居住 它树身高大 枝条长长而显得秀美 因为它的根 扎在水多的地方 神渊中的香薄树 不能与它相比 松树比不上它的枝子 枫树也不及它的枝条 神渊中所有的树木 都比不上它的秀美 我使它因枝条繁多而显得秀美 以至在神的圆中 伊甸所有的树木都极度它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它树身高大 树顶在茂密的枝叶之上 又因它高大而心交气傲 我就把它交在列国中为首的人手中 它必定对付它 因着它的罪恶 我就把它驱逐出去 必有外族人 就是列国中最强暴的 把它砍下丢弃 它的枝叶落在山上和所有的谷中 它的枝子折断 落在地上所有的水沟里 地上的万族都必走离它的印下 把它丢弃 空中的飞鸟都住在倒下的树身上 田野的走兽都握在它的枝条间 好使水旁所有的树木 都不会因树身高大而自高 也不会使树顶长到茂密的枝叶上 又使一切油水滋润的树 都不会高傲的毅力 因为它们在世人中 与那些下到阴府的人一起 都交于死亡 交于地的深处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他下阴间的日子 我就因他以悲哀遮盖深渊 阻塞深渊的江河 使大水停留 我要使黎巴嫩为他悲伤 田野所有的树木都因他枯干 我把它扔下阴间 与那些下到阴府的人一起的时候 我就使列国因他坠落的响声而震惊 伊甸所有的树木 就是黎巴嫩油水滋润 最佳最美的树都在地的深处得到安慰 这些树与他一同下到阴间 往那些被刀剑所杀的人那里去 他们做过他的绑壁 曾在列国中住在他的印下 在伊甸所有的树木中 有谁的荣美和高大能与你相比呢 然而你却要与伊甸的树木一同下到地的深处 你要在没有受割离的人中 与被刀剑所杀的人一同躺卧 这树就是法老和他的种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